男人抓住女人不断地咆哮 她已经把眼前这张脸 当成是和兄弟乱搞的妻子 不断地发泄着压抑多年的情绪 可当意识到这只是换过脸的玛丽时 她痛苦地跑进房间关上门 任凭玛丽在外面苦苦哀求 郑元也不想出去 只想独自舔是伤口 玛丽知道她现在最怕的 就是面对自己这张和她王妻一样的脸 于是选择离开这个家 外面大雨滂沱 犹如她内心悲伤的情绪 而这时的郑元也渐渐冷静下来 想到之前玛丽的真情告白 很后悔自己刚才的举动 她拿出伞冲出门外寻找玛丽 就在四处搜寻无果的时候 她想起在出租屋时玛丽说的话 于是脱下皮鞋 冒着大雨光脚走在街道上 果然在一个转角看到了玛丽 看着迎面走来的郑元 再看到她光着的双脚 玛丽知道她已经在心里认可了自己 一对苦命鸳鸯终于相拥在一起 而这边玛丽的老公 在梦中觉得玛丽已经移情别恋 而且变成了别人的模样 她不敢相信自己这个疯狂的想法 最爱的脸被毁那还有什么意义 她拿出自己和玛丽的合照 祈祷这一切只是个梦而已 第二天一早郑元出门上班 霸总就像疯了似的开车撞向她 好在及时杀住了车 看着一脸淡定的郑元 霸总气急败坏地威胁她 要把她妻子出轨的是公之于众 再不把玛丽交出来 我就毁掉你的人生 躲在后面的玛丽听到这些话 她知道自己丈夫的手段凶狠 为了不再连累心爱的郑元 她决定再次假扮下金去找霸总谈谈 当她走进霸总公司的大楼 正好撞见财阀公公出来 玛丽本想竭力避开 却不料公公叫住了她 因为她质疑自己的儿子有什么理由 非要合不起眼的画廊做生意 难不成是你在捕获我儿子 就在玛丽不知如何回答时 霸总突然出现拉住了玛丽的手 生怕父亲在刁难 急急忙忙把玛丽带离了大厅 电梯里霸总伸手去摁楼层 玛丽下意识地闪抖了下 这个举动让霸总很是熟悉 不由的心理又加深了怀疑 来到办公室 玛丽拿出那些偷拍照 告诉霸总这些已经翻篇了 没必要再拿出来做文章 可霸总自然不会相信 她觉得出租屋里面的油画 肯定是自己妻子化的 玛丽看着她解开衣袖的扣子 往日被打的记忆服上心头 她不敢多坐停留 起身准备离开这里 可就在她打开房门时 霸总一把把门关上 将她堵在了墙角 看着玛丽惊慌失措的眼神 霸总越发地怀疑起来 玛丽洋装镇定拉开门出去 霸总想到刚才女人的一系列表现 暗暗告诫自己 很快女警就带来了一个消息 她发现了玛丽母亲所在的疗养院 可当霸总他们赶到时 玛丽和郑元刚好从母亲屋内出来 就在两帮人马将要擦肩而过 恰好来了一个急救病人 他们完美错过都没发现对方 可当霸总来到岳母的病房 老太太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刚走 这下霸总怒上心头 明明自己才是她的女婿啊 看来玛丽居然有了别的臭男人 霸总觉得自己被背叛 连忙追了出去 可玛丽和郑元已经开车离开 霸总看着空荡荡的马路 心里又冒出了一个坏主意